孟耿如带Duncan回家见父母!又亲又放闪笑说免宝贝! 还是,东森高塔公主首播两集变化题不断,除了孟耿如和Duncan立刻开启恋爱模式,本周两人还狂亲亲大放闪光,最后孟耿如更直接带男方见家长 这集不但会有一连两场吻戏,孟耿如还要先主动亲上去,他笑说还好我跟Duncan都有不少吻戏经验了,所以彼此都不会尴尬 被问到拍亲密戏会不会跟另一半报备,孟耿如也阿沙莉的笑说这些都是表演,又是工作的一部分,自然不用特别报备啊 在前一集上身全裸,大秀肌肉而引起热议的王家良,这周又和小偷大打出手 有过动作戏经验,私下也在减身和练胎拳的他,表示自己一直很期待动作戏 这场戏还是开镜当天拍的,所以我前一天还对住镜子不断练习,没想到我其实只有被打的份 而且现场在套招时,我的重要部位还差点被教练K到,原来是当时在巷子里拍摄场地很小 套招时他一转身才发现距离超近 他大笑说还好自己闪得快,不然就亏大了,还被老师称赞很有天分 田中千惠在剧中正是象征高塔公主的标志性人物,也因此受邀到东森新闻,疏离气象趴趴欧,一起游屏东报气象 昨日,十二分之四,一抵达屏东,田中千惠就到可可工厂体验巧克力的制作过程 第一次看到可可豆的他笑说我现在才知道可可豆长这样,第一眼看还以为是芒果 当天晚上再到万卵大蛋猪脚,今天,十三分之四,则是和气象主播王淑莉一起到可可果园摘可可豆煎爆气象 近来都在剧组赶拍的他,笑说自己整个玩得超开心,这两天不但又吃又玩,还现场看到主播爆气象 所以真的超级难忘的体验,让我都差点忘记自己是为工作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